如果你在村庄看到了这个东西 请赶快离开村庄 玩家在村庄外靠近前哨站的地方 搭建了一艘海盗船 用来帮助村庄抵御掠夺整个路线 担当的外出探险再次回到船内存储物资时 他意外发现船内和物品箱内多了一些陌生的物品 自己并没有在物品箱内放白纸 也没有在船上放红尸粉 这是怎么回事 并且随后玩家在船上还发现了骷髅头 玩家想了半天都想不出原因 直到他看到了一个村民 他推测只有可能是村民干的 于是他也没有太在意这些诡异性休息 于是他退出了自己的世界 几个小时过后 玩家再次加载进入了自己之前的存档 接来时世界内已经是黑夜 但是他发现自己船内出现了许多的羊毛和羊儿掉落 皈依依的是 自己之前退出世界的位置并不是在船内 但是这次加进来后 自己竟然出现在了船上 而且自己会羊的羊儿都莫名奇妙的狗屁 玩家冒着黑夜 在附近村庄又转用了一番 连他非议所思的是 村庄哪一个村民的身影我看不到 什么情况 并且玩家随后又来到了前哨站 他发现这里也不再刷新出掠夺者 而且前哨站外的牢笼里 也不见铁蚝蚝的身影 物品箱内空空如也 这一切都太诡异了 玩家想不明白 自己不在的这几个小时 世界内发生了什么 就好像一直有人在玩一样 但这是自己的私人世界 除了自己 不可能有别的人可以加进来 而且河里面也不见鱼儿和海龟的踪影 就好像他们都被移除了一样 玩家思索了片刻后 决定先返回自己的海盗船 等第二天天亮了再出来调查 但接下来的一幕让他彻底惊呆了 回到船内时 世界天色也慢慢破晓 玩家站在船上观察着四周的情况 不过他总有一种特殊的感觉 那就是村庄里面好像有东西 一直在注视着自己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再次来到了村庄进行排查 他细心地检查着每一个屋子 除了空空如也 还是空空如也 玩家打算离开 但离开前 他不经意地敲了几下村庄的钟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诡异的东西出现了 刚刚前方那儿好像站着一个物体 玩家本能地先躲了起来 接着迅速地冲着过去查看 但是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让我们放门刚才的画面再看一遍 这不像是村民 也不像是掠夺者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 屏幕前的你们觉得呢 如果你在游戏中听到了这种声音 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基地要没了 本期故事又发生在金眼版中 玩家在非常优深的地下洞穴中 搭建了自己的基地 在基地的最外层他用了一圈铁栅栏围了起来 并且出入口都安装的是铁门 可谓是安全系数极高啊 玩家可以站在栅栏内对付出没的MC怪物 他自己对自己搭建的基地十分的满意 住所内还有一扇非常独特的门 打开后玩家就直接进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水域 他赶快制作了水飞药水后 就打开了这扇门游了进去 玩家期待着在这片神秘的水域能够挖到稀有的钻石 但是一番探索后 他也只是找到了一些煤矿和铁矿 但是他没有气馁 继续在这里游啊游 直到他听见了这种声音 玩家先是一愣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 他判断不出那到底是什么声响 一开始他以为自己听错了 但是随后那声音接连响起了好几次 玩家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种声音 这让他很是害怕 安全起见 他决定还是先返回住所 可刚回来 准备关门时 他好像在水中看到了什么东西 让我们放大画面再看一遍 那个东西似乎在注视着玩家 玩家很好奇 他犹豫片刻后游了进去 但是过来后 刚刚那个位置没有任何的东西 除了一些石头 还是一些石头 难不成那是鱿鱼 不对 玩家很确定那东西好像是黄色的 他随后在这里又转悠了大半天 那东西应该也不是逆尸 因为逆尸也不是黄色的 所以到底是什么东西 一番搜寻无果后 玩家的水飞药水效果也结束了 他只得迅速返回住所 回来后他非常谨慎地盯着前方的水域 确定一切正常后 他再回头 可谁知下一秒 身后竟出现了一个未知生物 接着自己的游戏直接崩溃了 玩家迅速地重新加载进入了自己的世界 但进来后 自己的基地已经变成了这样 基地已经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玩家推测 这一切都与那个稀奇古怪的生物有关 所以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么你 但是这个世界 感谢观看